我是誰? 骷髏船 骷髏駕駕駕駛的船隻 有分為主動和被動 被動骷髏船會在大海到處航行 只要不要靠近它或惹它 停得上它會做自己的事情 主動則是會聽到一個音效 然後就會從水面出來 這時骷髏船是消耗人的來找你 除非你船成了 不然它會一直追著你跑 骷髏船和打玩家船類似 只要把它弄成 水面上就會浮出寶物和檢取 當時骷髏船的甘心 也讓盜賊之海的炮彈多了新的準備 那就是有許多特殊效果的炮彈 紫色炮彈會對船隻造成效果 像是解數、效膜、船身不斷進水裡 綠色則是對玩家獲得骷髏 像是溫水、衝浮的喝醉 像炮彈都有機會在桶子內搜尋到 然而比較麻煩的是 骷髏船也會使用特殊效果的炮彈攻擊 最後可以為了找到骷髏船 練習炮彈射擊的距離 下次遇到玩家的船隻 就會白白白中 讓我們先進去 讓我們先進去 不過馬開 謝謝 我是誰 鋪魯船雲 骷髏船雲 類似骷髏頭雲 一個伺服器只會出現一個 打完後才會再重生下一個 骷髏頭雲或船雲 不一樣的是 船雲通常會出現在邊界 你的攻擊對象從骷髏頭變成骷髏船 一旦快進進骷髏船雲後 骷髏船大軍就會從水面現身 隨著一艘一艘的擊退 都會輔出一些寶物可以拿 到時可以看是否有餘地要減 真正有價值的是最後一波的骷髏船 擊退後就會輔出大量的財寶讓你減去 比一起打骷髏島 我個人是更愛打骷髏船雲 感覺很刺激 也很看重團隊的分工 如果打算攻略骷髏船雲 記得多帶點炮彈和木板 還有一定要去有骷髏的堡壘 島上會有很多戰鬥桶可解 但是關乎你是否可以快速攻略的重點 當骷髏船現身時 可以派一人當炸藥兵 然後用船衝撞骷髏船後 炸藥兵跳上骷髏船 並進入船內引爆 大概兩顆火藥桶 再加上一些炮彈射擊 骷髏船不快就會成了 最後就是時間問題 如何控制好船 如何避免船程 如何射得準 如何跳得好 就決定你攻略的速度 下次不妨帶好物資 去挑戰刺激的海上作戰吧! 海盜們恭喜你們 喜特的骷髏船大軍 又寫下了一篇屬於你們的故事 去拿吧 那些寶物是你們應得的 這部影片就到這啦 希望可以藉由這個系列 讓海盜們更了解 稻傑之海裡有什麼東西 如果你喜歡 歡迎訂閱和分享 有任何想說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是TK 下次大海見啦 掰掰